本宇季节来临 彰化县政府防灾整备 添购八部抽水基础 以因应训期提升灾害应变能力 水利资源处长林玉修 简报说明整备情形 并提醒县民做好相关因应准备 彰化县政府这边奉卫县长的指示 提早加速的做防汛的 一个整备 那昨天我们已经将新购的八部的抽水机 已经直接在前部署在各乡镇公所 历史上的淹水的一个热点 那加上去年的91部 所以我们全线现在预布的抽水机有99部 那再加上原来四个固定式抽水站 我相信可以将一般的雨量的灾害减到最少 我们也希望民众对这次的梅雨季能保持着 谨慎的一个心态做好防灾的一个准备 今年度训期已至 此次的梅雨封面预期将带来不小的雨量 亦有可能造成淹水的可能 县府呼吁全民一起做好防灾准备 将灾情降至最低 我们呼吁住在沿海的地区 佐水溪的地区 以及八卦山山下的山路的乡亲 那张文县政府已经全员投入 这个防灾的准备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大雨 能够带来雨水 不要带来灾害 县府于5月18日立即调度新购置的 6部12英寸抽水机 及两部6英寸抽水机 支援方圆乡、大城乡、田中镇、陆港镇、西洲镇等五镇镇 保障县民生命财产安全 以减低淹水灾情 公益频道许维珍、张华采访报导